吉林长春小伙赵春玉是一名95后,身高1.78米的他,体重一度达到400斤。 由于过于肥胖不便行动,赵春玉曾一连几个月不出门,靠点外卖宅家百余天。 一次体检过后,各项身体指标报表的赵春玉意识到了健康问题的严重性, 他决定到当地的减肥基地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减重。 5月12号,记者在减肥基地看到赵春玉时,他正挥汗如雨地进行训练。 一个月来,他已经减掉了50余斤。 赵春玉告诉记者,他从小身体状况差,频繁打针,因激素导致体重直线上升。 当体重升到400斤时,体检指标终于爆表。 血脂、血酸、血糖、尿酸都超边了,而且是严重的脂肪肝。 最严重是血压,当时量的时候是100-200,就已经爆表了血压。 听完之后说话挺害怕的。 不断增加的体重给赵春玉的生活带来不少麻烦,因为不能爬楼梯,他还特意搬家住进了电梯房。 好在赵春玉也一直非常重视减肥问题。 据他自述,自发胖以来,自己就一直在和脂肪做斗争。 在减肥基地系统减重的一个月,赵春玉不仅甩掉了50多斤肥肉,还改变了不健康的作息。 对于未来,赵春玉抱有十分美好的期望。 他说,捡到理想体重后将拒绝再当宅男,爱好旅行的他打算开启环游中国之旅。 那个体力变好吧,我的梦想其实是真正确实行,背诊心囊,各处走走,看看咱们那个祖国大河河山了,然后尝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。 其实这是我的一个愿望,一个心愿吧。 我的愿望 我的愿望